北大被认为是克鲁格最大的狮子之一 被誉为巨尸般的存在 一身强壮的肌肉霸气外露 而且在流浪期间有过单杀野牛的案例 2021年更是作为主力 跟盟友洛克菲格雄狮 成功地狩猎了成年长颈鹿 大家好 我是动物日记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衡量一个狮王 能否成为联盟中合格的主导者 我想除了战力和自信之外 就是领导力了 除了坏男孩联盟老大马库鲁 卓越的领导才能之外 在我心中能与之媲美的 就是马提巴联盟的老大 狮王恩杜纳 正如他的名字含义首领一样 他的领导能力让人叹服 恩杜纳2006年12月出生于克鲁格 短短两年 四岁的他率领弟弟们四处征战 开疆猎土 几乎统治了贯穿萨比森河部分克鲁格 多达1000平方公里的领地 麾下狮群最多达19个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一般熊狮的领地 大多数都在100平方公里左右 就足够赖以生存 比如有名的曼野拉提联盟 他们的领地后期 也只有区区70公里 但那时候 搁几个的小生活 一样过得很滋润 由于领地太大 而且狭长 这就导致了后期 分裂成南北两个联盟 当然产生分裂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由于老大恩杜纳的莫名失踪 作为团队真正的大哥 他所领导的马蹄巴联盟 每一位都是大块头雄狮 然而恩杜纳的体型 比兄弟几个还要大 所以恩杜纳被称为巨狮 特别是他灵力的眼神 让人望而生畏 恩杜纳自己独自守护着一个狮群 这个狮群连接着克鲁格 和萨比森的兄弟 后来也是因为恩杜纳的失踪 断开了兄弟们团聚的地方 这是恩杜纳生前的影像 或许从小的不堪岁月 使她的性格变得有些孤僻 她的经历几乎是复刻的 恩格拉拉里克的前妻生涯 恩杜纳的母亲是一头孤狮 由于没有士群的庇护 恩杜纳的幼年生活 在流浪和恐惧中度过 孤儿寡母流浪在萨比森 艰难生存 这位伟大的母亲终于不堪疲惫 在2007年去世 留下孤苦的小狮子恩杜纳 她做出了与老恩一样的选择 那就是来到伯明汉士群 寻求庇护 当时统治士群的老天空被子雄狮 因为是恩杜纳的父亲 所以一岁多的恩杜纳得到了接纳 而加入诗群后 非常巧合的是 恩杜纳与恩格拉拉里克一样 也有五个弟弟 他们也就是 后来组成马蹄把联盟的五名成员 刚刚加入诗群的期间 诗群内部其他的成员 对年幼的恩杜纳 表现得一度反感排斥 但后来恩杜纳和老恩一样 对家人们非常的照顾和友好 最终得到了诗群内 母师和五个弟弟的尊重和认可 安好的日子总是短暂 2010年 父辈老天空被子雄狮 被入侵的三头雄狮打败 无奈的恩杜纳带着五个弟弟 正式开启了流浪生涯 让人惊叹的是 身为大哥的恩杜纳 此时也不过三岁多不到四岁 而弟弟们更加幼小 最小的马六闪电眼 也才一岁多点 恩杜纳有巨大的体型和暴躁的脾气 但她对弟弟们照顾有加 选择自己面对艰难的环境 独自养大五个年幼的弟弟 这就是身为兄长的气魄和领导者 也就是我觉得她跟老恩能媲美的原因 还记得恩杜纳带领弟弟们 追杀保卫者联盟的时候 她也才六岁左右 而处于巅峰状态的保卫者联盟 在面对凶猛的马蹄巴兄弟时 居然毫无还手之力 这足以证明 恩杜纳卓越的领导力 及联盟的团结和强大 有粉丝说 如果恩杜纳没有失踪 那萨比森近年的事实必将改写 动物日记认为 这是有些道理的 可惜天不遂人愿 越是优秀的狮王 他们的结局 往往越是涂满了 更浓厚的悲剧色彩 而留给粉丝太多的遗憾和无奈 恩杜纳的气质 属于狂野冷酷的类型 她的表情 永远透露着深沉和严厉 就算联盟里最猛的老四列比 在威严的大哥面前 也时常表现得矮了一截 恩杜纳不光体型出众 而且是一头智慧且坚韧的雄狮 最有力的证据 就是带领两个年幼的弟弟 奋起反抗 经常抢夺他们猎物的 金发狮王多姿了 这场由预谋的反击 最后以多姿的仓皇逃跑 而结束战斗 而且 这投资命不凡的金毛狮王 被揍成了重伤 这让保护区工作人员大跌眼镜 2013年7月 如日中天的马蹄把兄弟联盟 迎来了他们最黑暗的时期 七岁的恩杜纳一去不返 莫名其妙地消失无踪 此时的恩杜纳 已经进入巅峰期 而且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没有任何伤病 恩杜纳失踪的地区 位于克鲁格摩沃地地区 这里有三个营地 专业性比较差 以至于恩杜纳失踪很久 他们都不知道 还是在诗迷的追问下 才察觉到恩杜纳的失踪 确实匪夷所思 他们是完全版本的旅游营地 参与有偿狩猎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凭恩杜纳强悍的战斗力 被抓单致死的可能性不大 不管怎样 我们期待着真相大白的一天 画面中这头狩猎水牛的雄狮 就是传奇狮王恩杜纳的大儿子 又称北马大公子 由于具体名字不得而知 出道至今大家都叫他北大 北大2011年底 出生于克鲁格的穆比利师群 其硕大的体型 高耸的前肩 稀少的披肩 伸额头 肩下巴 即向前弯曲的帝王冠顶毛 除了眼睛之外 简直就是年轻的恩杜纳翻版 北大是马二代中最早出生的后代 也是马蹄巴长子 有粉丝质疑 他是马斯列比的后代 是因为穆比利师群主导母师 也就是北大的母亲 长相狂野 憨厚 体格粗犷 北大的面相很多大部分 来自母系的基因 待他亚成年后 长相才越来越酷似恩杜纳 2012年 马斯列比挑战恩杜纳 得到交配权 生下了一头熊狮幼崽 就是北马二公子 大头 得益于优良的遗传基因 北大被认为 是克鲁格最大的狮子之一 被誉为巨石般的存在 一身强壮的肌肉 霸气外露 而且在流浪期间 有过单杀野牛的案例 2021年更是作为主力 跟盟友洛克菲格雄狮 成功地狩猎了成年长颈鹿 北大在流浪期 曾失踪过一年之久 以至于营地准备宣布其死亡 后来 已经进入巅峰期的北大 又突然回归人们的视线 出现在克鲁格 那时候他已经成为师王 因为当时的他 正在驱逐瑞士联盟的 卡斯帕兄弟 最终卡斯帕兄弟受伤而逃 当初北大和弟弟北二一起流浪 并且走散 不久后北二有了盟友 并当上师王 北大在苦苦寻找弟弟无果后 他也有了自己的盟友兼大哥 洛克菲格雄狮 并且与大哥掌控着 萨塔拉的恩萨玛尼狮群 被众多粉丝喜爱的北大 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但每次的露面 都是耀眼的强大 和令人印象深刻 有了大哥的北大 神态愈加自信 一起扩张领地 四处巡逻 他们主要活动在H7公路 中部北面的恩萨玛尼大坝附近 和强壮的盟友洛克菲格在一起 北大的体型明显更大 他们兄弟非常的团结和睦 从来没看到他们发生过内斗 即使偶然 从突救那里抢来的食物 也立即呼唤大哥一起进食 不是亲兄弟 剩四亲兄弟 北大和盟友在克鲁格 统治的恩萨玛尼狮群 这是一个庞大的超级狮群 狮群的成员数量 达到了惊人的30亿头 其中幼崽的数量近12只 总是有人担心 马蹄巴联盟的后代 会不会就此凋零 看到北大如此辉煌的成绩 这种顾虑 请客烟消云散 截至2021年底 他们的子辈 已经有好几批离开士群 四处流浪 相信这些流浪的后代 会有数位当上狮亡 并将传承马蹄巴的血脉 北马大公子 将是未来后代数量最多的 马蹄巴二代 如今 北大已经近11岁了 但是他和兄弟依然尽职尽责 恪守着狮王的责任 每天巡逻领地 守护狮群 真心希望北马大公子 和他的大哥洛克菲格 都能平安顺利地 安享晚年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动物日记 我们下期再见